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互聯網的資料,現今很發達 大家隨時想看到什麼都可以在互聯網找 尤其是近期也覺得在健康方面 在互聯網上發出很多資訊 早前我在互聯網上看到 108歲的愛爾蘭人 愛喝黑啤 他的身體超健壯 他分享了三大健康的秘訣 這位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 是Martin 現在已經108歲 他平日很喜歡喝黑啤 在三年之前 他更加使用健身單車 105歲的時候 在文中他分享了他自己的三大長壽秘訣 大家可以當作座右銘 Martin 在十兄弟姊妹中 最年輕、最年輕 但其他那些哥哥姐姐 大部份是90多歲 首先他們生活中 也有長壽基因 主要他在長壽的座右銘 首先他凡事都要適度 在不過度放縱的前提後 充分享受生活 每晚7時後就不吃東西 每周日晚上 只喝三杯去當地受歡迎的 健力士的黑啤 另外他保持活躍 亦是一定的重要性 雖然現在108歲 但他說他從來未擁有一輛車 只是他經常用駕單車做代步 直到99歲的時候 他才不再用單車 就以為在家裏用健身單車 另外第三項 他說他有信仰 Martin 的兒子透露 爸爸對於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是歸咎於長壽 功勞是上帝方面的 醫生 我們聽了Martin 108歲的長壽秘訣 很簡單 他還有一件事 因為他在農村中長大 所以一直在家庭式農場 各種農活、學草、修緝 其實他是一個大自然的戶外 所以他有很多體能活動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信仰 當然他有宗教信仰 很多人知道不單止因為宗教本身 因為宗教全體裡很多社區 人與人之間的活動 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有關一位92歲的日本飲食專家 永山九夫 亦都說自己吃八種食物 延長維持大腦健康 那哪八種食物呢 大家記住 第一就是蒜頭 蒜頭含有大量大蒜素 和維他命C的營養 能夠促進血液循環 補充體力和增加免疫力 尤其今時今日很多人很容易傷風感冒 大蒜可以增加免疫力 亦都有助於护腦 這位永山九夫 表示自己會把蒜頭剝皮後切碎 原來加入味料和糖 製成大蒜的口垃圾 吃剩的食物還可以製在雪櫃保持 但是儘量在一星期就吃光 即是它製过去 加一些味道和糖分 即是製成一種口垃圾的零食 第二就是魚 魚含有豐富DHA 有助鞏固记忆 保持大腦年轻 以每日的份量 大約三片斗拿鱼刺身 或者一份烤的秋刀鱼 一份黃薇鱼片 或者一半條青鱼 都是足够一日所需的食物 其实吃的食物不太多 接着是鸡蛋 鸡蛋含有豐富的卵卵脂 可以清除血管内的胆固醇和脂質 并有畅通血流 预防动物难化 改善血压的功效 竟然每人可以吃三只 很多人常怕胆固醇的问题 原来不是 整个鸡蛋里面 其他的成分 是帮助你清除血管的胆固醇 不会增加它那么多 第三个是鸡蛋 日本人很喜欢吃鸡蛋 台湾人也有一种传统 是很喜欢自己釀製做鸡蛋 鸡蛋含有鸡蛋素的酵素 能够促进血润循环 也有助皮肤美白促进大脑健康 这位日本长寿者说 进食鸡蛋之前 就要把它搅拌 大家有机会在香港买 我也很喜欢在超市买 一盒个别胶装 打开之后 就将麻油做进去 有些抹茶的盖末 接着你把它搅拌40次 把纳豆丝搅拌至银色 黏囚状才会再吃 通常自然都会 因为想混合麻油 这可能是激活的烤素 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 有些人用纳豆味很难吃 幸好我们也有纳豆素健康的产品 我们健康店有了很多年历史 给那些人想简单些 不要自己每天早上吃这些纳豆食物 我就用纳豆素 一种软状的 第三就是萝卜 因为含有胡萝卜素 具有抗氧化作用 其实能够延迟衰老 对营兽一定有帮助 当然胡萝卜对眼睛方面 对前列线 现在年纪大的人 很多前列线问题很容易出现 胡萝卜素对这方面很有肯定的帮助 第三就是酸梅缸 含有柠檬酸、胡萝卜酸等的营养素 除了有消除疲劳的作用 还会加强腸胃活化性 促进食育 和抑制幽门螺旋菌 预防围溃药 酸梅 第七就是芝麻 芝麻含有丰富维他命B和维他命E 会有助身体的活力 黑芝麻尤其是对头发是胡萝油帮助 在我们建议病人用的早餐里面 我们有很多主要营养素的成分 黑芝麻是其中一个 除了黑芝麻还有绿的绿茶 绿茶含有胡萝卜素 维他命E、维他命C营养素 具有防驱衰老 这些食物很普遍 绿茶很多人都有习惯喝茶 要不然也可以买这些绿茶 绿茶素 这些食物大部分都很容易找得到 所以简单来说 今时今日人口老化了 大家也希望 没有办法不老 但不要老化得那么快 不要衰退得那么快 希望能够保持到走那天 身体基本上都还好 不要受苦 不要花好钱 做完无论医疗的最后临终医疗治疗 最后就惨死 其实我们的保健的方法 长寿方法 其实很多 最主要大家放开脑袋 不要那么固执 好点了解多些 自己要身体力合 有机会享受健康快乐的人生 刚才一开始说过 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达 并且并且开放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了很多民间的资讯 例如看了爱尔兰108岁的人生 其实生活上什么都很简单 或者是日本这位的长寿专家 饮食专家的时候 他提出了那8样的食物 基本上不要说在日本 在我们自己香港 或者是本土的地方 其实也不是一些很名贵的食材 很难才能找到的 接触到的食材 所有这些随时 我们随手都可以 拿得到或者买得到的食材 其实我们只是每一天 每一天都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就可以预防防止衰老的问题 亦达到身体健康的状况 我们说的是长寿 我们说的是健康的长寿 不是等于有钱 睡在床上10年来到的长寿 而是在身心灵里 我们也可以很活跃地生活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的保健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 在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我当然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